Database里面的资料都会这样抓 两种写法我想都一样 各位可以自己再参照一下 然后就去判断 再来做什么排序 因为我要有个最高分跟最低分 所以前面有用过array source 这个应该前面用过 我就把正列丢到source里面去 他就帮我由小到大排序 排序之后就输出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地方 向日葵小班风云榜 然后呢最高分就是 其实最高分就是指的是哪一个分数 因为有重新排序嘛 所以他的成绩是0到5 那0到5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最高分就是 最低的就0 最高的就是 总长度减1 对不对 因为0123是5嘛 有6个 那我们总长度有6 所以6减1就是第5个 也就是最高分的话 就ax.x减1 然后呢 formator或者是用什么printformator 有没有printf 这个printf的话呢 就是用 会多将增加一个这个所谓的formator 那formator的话就是说呢 我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你就这边加一个百分比 点二的话实际上就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后面的话呢 要加上一个f 因为我要给他一个辅点的值 那这个辅点的值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的总分 因为我刚刚有上面有个什么 把所有的成绩通通加起来 对不对 然后除以什么 有几个学生 那除以几个学生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阵列里面的长度 所以有6个嘛 总分除以6这样就平均嘛 那平均的话呢 它是一个小数点 我在强制转型成float 就是有小数点的 然后再把这个层级放到这里面来 那因为是printf 所以呢 它会帮我自动格式化 那格式化成什么格式呢 格式化成两位数 就这样的表示方式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应该 网络上应该还有别的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dicimal format也可以 有一个类别叫dicimal format 它在test套件里面 也可以做格式化 方法很多 这个地方我想各位试试看 输出的结果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题目的部分呢 我想还是以文字为主 所以我们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这一题 20 204